八丘实习医生偷拍女同学去厕所 罚款4000元 被告周俊超早前承认 游荡导致他人担心罪 案情说去年7月底 与被告一起在马加列医院实习的24岁女医生 发现被人偷拍 被告很害怕冲出女厕 还跟日直实习医生撞到正 问他做什么入女厕 后来日直医生知道同事被偷拍 还凭衣着认出是被告之后报警 警方在被告的相机 找到偷拍女医生去厕所的短片 裁判官昨日指被告的爸爸 好辛苦让大被告 被告还是百忧会考状元 考虑到他有悔意 重犯机会低罚款4000元 医管局回复 已经暂停周俊超的职务 等收到港大医学院的指示之后 先做进一步行动 我们下期再见 请来 谈好 要听说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